为了让七堵区的通勤民众能够更方便往返台北 机动市议会议长蔡旺连不断协调机动市政府 机动客运和交通部 终于促使机动客运南港线1032缩短路线 并且从8月22号开始 原有的8个班次增加到12个班次 事半3个月 不断的在协调 希望能够调整1032的路线与班次 让七堵区的通勤族能够更电力的往返 细止南港台北 机动客运1032的路线 确定将于8月22日开始 由每日的8班增加到12班 并事半3个月 蔡旺连也呼吁通勤民众多多搭乘 让客运公司看见使用的人数 争取这条路线更优化 希望大家能够帮忙宣传 并多多的利用 让客运公司看见使用的人数 看见需求才能继续运作这一条路线的维持 我们未来也将进一步推动1032部分的班次 经过高速公路直达南港站 希望尽量减少大家通勤的时间 蔡旺连强调七堵区以及百福社区的通勤问题 一直是他最重视的议题之一 包括争取R82不停使 他一定会继续为民众争取 维护该有的行的权利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